OK 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要坐公交去日本一家亲友店喝酒啊 再走三分钟就应该到了 家店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不限制喝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 据说有100多种 所以 看 真的太多酒了 能不到该喝啥吃的 用这么小的杯子喝果酒不知道会不会太小了点 我感觉我真的不能喝酒啊 这种国酒对于我来说已经挺壮了 跟我们一起在做的地方 自己的时间也很好吃 好不容易 但是我们在做的地方 这种项目的地方 比较不要太多 试一下香蕉酒 确实有一点点香蕉的味道 但是 我还是想香蕉多一点 喜欢喝酒 这杯是南瓜 这杯是栗子 先闯一下栗子 我去 我再闯一下南瓜吧 我好像是 不行我要喝这事去 真的是有点害怕 我现在喝风打水 感觉都有点像酒 喝了两杯果酒 之后好像脸都变红了 这南瓜酒真的非常好吃 嗯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喝48水感觉就有点 嗯 有点辣辣的有点咸咸的 嗯 现在才第二杯而已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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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gonna happen 不行了不行了 才喝了两杯古酒而已 真的很不好意思 明明是过来喝酒 结果硬生被我搞成吃播 这边好好学有个孩子 这只是越往这边就越纯 越往这边就越清爽 这边就是干净 所以我们应该喝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最干 而且最霸的一杯 是倒了一点点 尝一下怎么样 闻起来就是那种很淡的酒精 我觉得我的选择应该是没错的 错了 原来这边是有中文菜单的 很多酒都有介绍 单锅牛奶酒 我觉得我应该会尝一下这个 有点甜牛奶配酒精的感觉 这边有清酒配巧克力 我准备试一下 我准备试一下 巧克力酒原来是最辣最浓的 I'm dead 非常辣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我肯定选择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喝差不多了 我想回去睡觉 好可惜啊 这么久都喝不了 乖乖乖了 不过你们一个人来这个的话 就是不要喝太多 而且这个地方应该也是未满18岁 也是不给进入的 好吧那又那么结束吧 我不太会品酒 所以我也给不了评价 但是网上这家店的评价还挺多的 有100多种酒可以尝试 所以如果你想的话